去年度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所主办的健康小学堂活动 是由永平国小的林延祥同学 他以154370分的累计积分 拿下了全市的国小总冠军 以及5000元的礼券奖金 但你来了解 卫生局表示新北市健康小学堂网站答题 大批K分国小校技竞赛以及小学会员个人组两大奖项 由各国小学童上网注册会员后 每天可以上网回答50题 每题10分 除了作为个人积分加总 电脑后端程式也会自动将同一学校会员分数 加总到该校作为校技竞赛的积分 我们都知道知意行然 其实很多的健康的知识跟常识 大家在学校都有教导 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健康小学堂 从根扎起 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就知道一些健康的知识跟常识 卫生局表示小学堂网站提库包括健康出境 重症病房治 慢性病房治病人安全 以及心理卫生等14种 近15000道题 小朋友可以借着参与健康小学堂 寻找到许多生活化的健康知识 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 都会就是喜欢功课 就会去答题 然后就不会的题目 他就会可以跳出去 然后还可以这样开始游戏 然后不会的题目就等妈妈回来 然后就跟妈妈一起答题 我们这次很高兴九大分区里面都配合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这个言详非常棒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每天大概都花50分钟去做那50题的题目 那以15万余分的分数拿到第一名 真是万中选一啦 很棒 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可以言详来做见证 希望我们今年的健康小学堂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努力 从小杂根把健康的知识传递下去 卫生局表示 健康小学堂目前网络会员有14000多人 浏览达到1000多万 卫生局每月针对网站积分抽奖及多项奖品兑换 礼卷有1500元1200元以及各5名 还有1000元10名600元7名500元共20名 每个月共发放奖学金37700元 统计103年礼卷已经发放了660人次 剑锋墙素长报道